它是一个简单的小白板的工具 然后呢 它可以让学生一人一板 就是一个人一个板子 然后一个人一个板子进去后 学生如果书写什么东西 老师都会看得到 好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呢 主页它有一个New Class 你就点它New 老师端New 好 那这边是名字 然后你的email 它还是要你跟注册有相关点 就是还是要走过一次 然后再建立一个新的Class 老师把自己先关掉 不要挡画面 好 所以我现在按一个New之后 这边是你的名字你要显示出来 在就是别人家 学生加入到你的白板的时候 你要呈现的名字 好 那应该可以打中文 好 再来老师的email OK 再往下设定 要不要等待事 我不要等待 你们就直接进来吧 好 来加入建立新的 好 我就建立一个新的KS 建立一个班级的意思 再来呢 我们就可以让学生们加进来 好 那加进来的方法 它有一个Copy URL 就是变成是网址的方式加入 然后这是QR Code 这个 学生进来就完全不需要账号密码 打名字哦 然后呢 就加入这个Join 它就加进来了 我把方向转一下 那学生就这样进来一个白板的 好 那老师端会是长什么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进来之后呢 好 你看 我就马上看到学生啦 有没有发现 老师画面可以缩小 你看他可以一次性的看到所有的学生 所以就是像每个小朋友的板子 所以这很有趣耶 好 那老师竟然他的功能就这样吗 其实也没有 我们上面写那个 T-O-G-G-L-E这一个 你就点它 好 这是什么 老师的白板 所以你看下面是学生的板子 上面是老师的白板 所以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呢 他也可以写 好 我们现在写数学 好 同学们 你们可以把白板清掉咯 来 老师们可以看一下这里 它白板清除的话 这边会有一些就是 好 有删除键这一颗删除 然后呢 它也有这一个 笔刷这一个清除 所以你可以点这一颗 我现在是点这一颗哦 点这一颗 你可以让它清掉 对 它就整个清掉了 没有 先把它清掉 好 那老师现在出了题目对不对 好 例如说我们看一下实际情情 老师出了这一段题目之后呢 他要请学生们都可以来写 请同学们呢 等会写在这个位置 那我怎么知道你们会写在哪里 来看一下右上角一个push 点它 assign 好 然后它就可以让学生们 就是全部丢过去 每个学生们都会有像这样的一个图片 好 你看老师点一下后 往右有成功吗 它有push过去吗 出来了 出来了 看到没 看到没 你是不是变成有我的题目了 这很好用哦 好 是不是老师的题目都出现了 好 老师的题目都出现了哦 好 这时候呢 您就可以在上面写字了哦 例如说呢 好 你可以换个不同的颜色的笔哦 才不会混在一起 所以呢 我现在是学生端 我就会在这里 好 这是我的哦 这是学生的画面 好 我就会选我的笔的颜色 好 换笔的图示 然后呢 换笔的颜色 调色盘在前面 有很多颜色可以选 好 这样答案是多少啊 我还真的要算耶 好啦 15 对不对 不用真的写答案没关系哦 然后你可以把它擦掉 好 点笔写15 这样子 好 就这样写哦 好 老师写完咯 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回来看 好 你来看一下这里 我有写15 有没有看到 这样 第二题的话就是老师这边按个加号 第二题 然后呢 这个是让学生看 所以你要把下面这个点回给学生 点回给学生之后呢 再我们要出第二题咯 好 第二题的话呢 就是例如说2 好 那一样的push给学生 好 所有的学生当背景 当背板 那你们现在虽然已经有本来的题目了 有没有 可是老师现在push出去之后 你的题目它就会不见了 它就变成就是老师刚才push的这一个提醒 好 透过呢 右上角 再把学生的板子再存起来 好 这是BB 好 那包含老师的要save us PDF 原则上它会更加的容易上手 而且又比较简单 OK 你看一下第二题 也不错吧 它就只有存你的第二题 它会看你现在画面在哪边 只存你的部分 对 那如果像它这边存起来 它这边有teacher 然后这边有名字嘛 对不对 所以学生名字上面都有 但是它后面之后这边字都会连在一起 你们发现 尤其是中文字 你们发现它只要是中文名字会不见 所以我会建议哦 这边你还是要请学生 因为它有时候是跟中文字有关 它对中文字的党名的部分 好像会影响到 我个人觉得 所以你们要记得你在写的时候呢 请学生使用这个白板石 你要画一个格子给他写座号 学生们就填入他的座号 这样到时候你写完之后的每一张 它上面才会出现它的那个座号 比较安全 因为你们进来都习惯用它的名字 要不然就是记得习惯进来跟小朋友讲说 学生啊 请你们都是用座号 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这个一定要注意哦 这是它的一个下来之后的问题 但我觉得是很简单 你知道就两颗案件 三颗案件就好了 我们就可以知道每一个孩子的状况 但它可能没有分组 但如果没有关系 假设我们现在是实体课了 回去实体课后 你们就是一组一组坐着 一个孩子就是拿一个板子 那当我们拿了这个板子后 就是平板或是网页都好 或service go 都好 你就拿着 然后学生他们在作答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在板子上直接写 整组整组的人也可以这么用 我也觉得还不错 所以推荐给你们咯 就是白板软体 蛮简单的一个小工具 大家可以试看看